这两天,官方发布了福建舰地勤人员模拟弹射舰载机的操作视频 当然,都说是模拟了,并没有出现真实的舰载机弹射画面 只有等地勤人员全部训练完毕,才会开始真正的弹射实验 所以今天我们就以这个视频为再评 来模拟一下空井600从福建舰弹射升空的全过程 福建舰一共有三个起飞位 此次空井600选择一号起飞位弹射升空 空井600启动后,将会由地勤人员指引空井600滑行到指定的起飞位 空井600抵达起飞位后,B部会在穿着黄色衣服地勤人员的指挥下 展开折叠住的机翼 机翼展开后,会有穿着绿色衣服的地勤人员为空井600挂上弹射挂钩 国产航母地勤人员衣服共有七种颜色 分别是红、蓝、黄、绿、白、紫和棕 每种颜色代表着不同的工作档位 空井600挂上弹射挂钩后,弹射准备工作就基本完成了 此时只要在地勤人员的指挥下 将空井600的油门推到 空井600就可以从福建舰上弹射出去 现在空井600已经从福建舰航母上弹射升空 这放在以前华越式航母上是完全不敢想象的 但最终还是让我们给实现 以后就再也没有弹射不了的烦恼 那今天到这里就结束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